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近日发现往日贴满民警提示的告示版 出现形形色色的广告 有民众为此感到十分困惑 一些商家为了增强小广告的传播力而搞尽脑汁 已经到了无所不用其极的程度 不惜偽造虚假民警提示 容易对民众以及相关单位形成误导 商家制作民警提示内商业广告的目的 一是让商业广告图上一层警察保护式 以隐藏商业的属性 误导物业单位和有关监管部门 降低小广告被清理的机率 以是迷惑民众 让民众误以为小广告有警察概括 是警察实施或认可的宣传行为 商业度更有保障 根据内地广告法规定 广告不得有使用 或变相使用国家机关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名义 或形象等情形 同时条文中亦规定了 所扎令停止发布广告、罚款、没收广告费用、 吊烧营业执照等法则 另外内地人民警察法第36条规定 人民警察的警用标志 制式服装、警鞋、证件为人民警察专用 其他个人及组织不得持有及使用 商家制作的民警提示内商业广告 使用派出所、警察的名义及形象 属于广告法禁止的黑名单情形 警察的制式服装、标志等具有权威及严肃 商家在民警提示内商业广告中 边商使用警用标志符号及警察的着装相片 构成非法使用 在一定程度上侵犯了警用标志 制式服装的法定专用权 针对一些商家制作发布 民警提示内商业广告的行为 警方应该及时向相关村庄、社区 发布澄清提示 拆穿有关商家假借警察名义及形象 做商业广告的违法伎俩 同时警方应该联同市场监管 城管等部门及物业管理公司 清理文警提示内违规广告 依法追究涉事商家的法律责任 让商家付出法律代价 倒逼商家看清楚法律底线 规范营销行为 除了监管之外 有关部门更应将文警提示内 违法广告案件 整理成典型案例 通过宣传环额 宣传材料 村庄社区网络群组等方式 予以广泛宣传 形成浓厚的监督氛围 全面清除文警提示内违规商业广告 今集东网点评时间就到这里 再会